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会有什么时间可以好好的睡觉 是一个正在中山大学读书的研究生 我正哭闹着我的论文该什么时候才能写完 什么时候可以毕业 可是看到这次的修法后 劳基法修二后 我更加担心的是 在我毕业后 我要怎么找 我下一份我要怎么找工作 我要怎么拥有一个合体的工时跟工资的工作 现在高雄多的是一年一聘的约聘人员 我是不是只能去选择那样一短暂一年的工作 再继续找下一个工作 这真的是我们要的未来吗 这次的修法里面写着 我们可以连续工作12天是合法的 30天内工作336个小时也是合法的 轮班间隔剩下8个小时合法 每个月加班54个小时也是合法的 一个劳工有一个权利 他应该要有生活跟工作 还有休息的一个平衡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于一个国家健全的劳动权来讲 这很重要 因为台湾现在是少子化的城市 独的国家 你现在你不鼓励人们多休息 减少工作时速 却要让人家去用加班的方式赚取金钱 这是一个本末导致的做法 那这样子长期来看 是一个负向的回顾 负向的 应该是负向的循环 就是你今天加班 然后你最后累了 你又不能做别的事情 然后最后就是 反正就是 然后你加班 然后你又降低工作品质 实际上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负向循环 现在在宁打工作啊 他最担心的就是 如果他真的这样把修法掉的话 那工作12个小时 然后才休息 现在正在抗议的那些 不就跟以前排班的感觉一样了吗 以前排班是什么样可以分享 像摊影的话排班就是 可能你去排下来就超过12个小时 甚至有时候更长 对啊这样排下来的工作 还有时候会很难 如果你在12月10号下午有空 可以跟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的小孩一起到中央公园 参加这次的反对 修改老机法游行 我们要让中央政府以及民进党 还有民进党委员知道 我们南部的劳工 不是爱加班 也不是本来就有病爱加班 而是我们需要的是更合体的工作环境 更充裕的休闲时间 高雄空屋已经非常糟糕了 我们又必须要有这么长的工作时间 雪上加霜 那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好好的休息 可以待在家里好好跟家人相处 大家现在逛着夜市的同时 民进党正在立法院里面 准备要送出这个修二的劳机法 那未来只要这个劳机法通过了以后 每一个现场辛苦的劳工朋友 都会合法的可以连续上班12天 去年民进党政府在修一粒一修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